大家好,之前那几期打台湾的节目深受大家的欢迎 不过三期视频加起来总共也只有30分钟的时间 有很多的细节就没有办法放进去 有些朋友觉得意犹未尽 所以今天咱们加开一期继续纸商谈兵 而且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今天特地邀请了两位嘉宾 来看看他们的眼中应该是怎样打台湾的 一位有请光瑞 光瑞也是现在咱们YouTube上的一位博主 来那个光瑞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谢谢徐同学的介绍 我现在在油管上开的我自己的频道叫光瑞很健谈 也是刚刚做了一百期出头 这过程当中跟徐同学认识了 然后一交流兴趣也蛮相投的 所以今天也来一起热闹热闹 很高兴见到大家 来Phoenix 这个Phoenix是我的一位观众 而且也是一位像我一样业余的军事爱好者 不过他对军事历史方面的研究 那是远在我之上的 来Phoenix介绍一下你自己 这个徐哥实在是过奖了 我是在美国读研究生 然后毕业之后想入职个人的防务公司 我对历史社科类的东西 社会科学类的东西都特别有兴趣 那好吧 咱们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流程 其实讲这个话题吧 就是讲美中台三方的关系 那刚好今天咱们有三个人 那咱们一人认为一方三方会战 兵棋推演 就这个攻台或者是这个卫台的战术 逐一的分析 那么你们两位是谁做共军呢 我肯定是做美军嘛 对不对 我做主持人就得做美军 你们两个谁做共军呢 那要不我来吧 而且说一句 这方面可能我有点比较独特的看法吧 借这个机会也表达一些 好的 待会的话就得看你的独特的看法 到底是怎样的 好 那菲尼克斯你就是台军了 委屈你一下 我试一下吧 那咱们讲这个话题的话呢 肯定是得先从进攻方 也就是共军开始的 来关锐 我得声明一下啊 我说的这个思路呢 恐怕不是现在的PLA总参谋部里的思路啊 这是我自己的思路 我这里有一点基本判断啊 我先就大体来讲三条 第一条 航空空间没什么用 第二条 起码在起始的阶段 绝不能轻易的打登陆作战 第三是最关键的 就必须坚决的放弃 任何速战速决的想法 只要是照这几条思路去打 就是从共军的角度上讲 就四个字 必败无疑 就是我的这个基本的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的支点是 反而是类似于 应该是1945年 就是美国在二战末期针对日本的 那一场号称饥饿战争的水雷攻势 以及是在1972年 尼克松在越南的时候 对北越曾经使用过的 你说这个水雷战呢 你是指这个共军要给这个台湾岛周边 布上水雷呢 还是说台湾要反制共军登陆 给台湾的沿岸布上水雷呢 前一个进攻性的水雷战 就它的目的是切断台湾这岛屿 对外的全部的海运 所以这个水雷战的范围 要涵盖台湾所有的港口 第一阶段肯定是要空袭 这里可能包括导弹 也可能包括飞机 包括无人机 这些都是战术上的设置 这个后面可以展开 但综规它的目的是什么 真实的目的是取得台湾岛上空 能够全方位的取得最好 但是最起码要保证 3000米以上的制空权 取得这个之后 那就主要就是说 可能有一部分是潜艇布雷 但是最主要的是 用航空去快速布雷 这些飞机没有必要用航空母舰 因为全部可以从福建 江西等等这些 就是靠近的位置的 就是大陆这边 这个距离台湾不远的 陆上机场去起飞 总归它的核心是 就是对台湾的主要港口 尤其是北面是基隆 南面是高雄 要对它进行这几道环形的 其实就是把当年 美军在越南海防港那套战术 基本上抄回来就行了 设置这样的几道环形的水雷封锁 当然同时作为配合的辅助手段 比如说对于台湾岛上的 这些火电站 再有可能就是输边链措施 进行这样的攻击 台湾岛的最基本的状态来说 它实物并不匮乏 所以这方面不见得会出多大的问题 但在这样的封锁战略之下 尤其是如果没有充分准备的话 最多三个月的时间 就会出现大面积的 比如夜间黑了 因为就是断电了的现象 至于这个之后 那是进入到第三阶段 那很大程度上 更大程度就是我们这场景 就是要看Phoenix那边了 要看台湾岛上的军民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能不能hold out 能不能保持团结一致 其实这就是我们 我之前三期节目提到的 封锁的战术 对吧 就是把台湾岛实时的给钦制住 实时的给封锁住 那么台军 台军Phoenix你怎么看 他如果封锁三个月的话 美军早就动手了 在那么长的时间范围下 他不可能不动手了 因为我首先说 我这里其实是有美军的雷达战的 这个在台湾人都知道 除此之外 我还有爱国者 我还有贫舰 同时还有飞机的这种 像陈纳德将军那种空军驱逐战术 也就是所谓的 你的飞机来了 我提前看到你 然后我聚集更多的兵力去反击你 我的目的不是让你 击落你多少架飞机 而是让你没有办法 对我进行空军打击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能封锁的时间 大概也就是在一个星期左右 一个星期之后 就算是老年痴呆也该动了 那么实际上 Phoenix说的 就是依靠国际环境 那么共军 共军你怎么看 其实我这一点很认同Phoenix的观点 我觉得他一开始说的我就认同 那个徐同学 其实现在我觉得真正是轮到你 就是如果说是出牌 就是下棋的话 如果共军这么出牌 你作为美军怎么办 你提到这个步雷 尤其是用这个飞机来步雷 我觉得这个起码 你也得掌握一定的制空权 不只是3000米上的 你3000米下 你也得掌握 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解放军来说 是比较难做到的 尤其是涉及到台湾以东的这片海域 因为你要封锁的话 你不能是只封锁西海岸 你得把东海岸也得封锁住 对吧 那么你东海岸的这些所谓的步雷 你怎么去步呢 我就是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首先我说 在我这个考虑里面 东海岸如果有一定的漏过率 其实不见得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你说在东海岸要步的话 我倒没觉得它跟在西海岸步 有那么大的差别 因为整个台湾岛的纵深就那么大 你这个比如说 运载了这些航空炸弹 改装的水雷的飞机 你是飞越玉山山外 还是从台湾 比如说你要在花莲什么这地方步的话 就从台湾东北侧什么兜过去的话 航程其实增加的也不算是多的不得了 再有就是另外一办法 比如说就是用潜艇 技术上都不见得是特别困难 其实这样吧 就是徐同学我跟你这个沟通 我觉得要点在这里 实际上这我得承认 不是纯军式问题 可能涉及到国际政治 就是你从美军国际社会那一端而言 你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你是用扫雷列雷 这些反水雷手段来对付这些已经布下去的水雷呢 你还是就是说决定采取行动 攻击这些在布雷的飞机 就是阻止对方的布雷行动 你选择哪一个 其实我两个都不会选择 要我来说呢 我只要把舰队开过来 让你没办法完成布雷作业就可以了 我只要派几艘驱逐舰 或者是滨海战斗舰嘛 现在美国 美国针对台湾这种地形能用的 可能最合适的就是冰海战斗舰了 只要把这些东西派过来 它不一定要开打呀 它只要派过来 围绕着台湾这些海岸线 时刻的寻个罗什么的 你就没办法完成布雷了 那你这个游戏我完全可以玩下去啊 我大不了就是加大我投雷的力度就行了 我要的就是冰海战斗三类接触 你的飞机也是有限的对不对 你布雷的话你用什么飞机呢 得用这个就是改装过的这个 比如说水轰6水轰5 或者是这种比如说运8运9之类的 这些飞机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自卫防空能力的 我派这些军舰过来 其实呢我就是想要制造某种程度的摩擦 就是你投资水雷嘛 你属于是一个攻击的动作 如果我扫水雷的时候 因此出了一点差错 这个整体的国际舆论 包括美国国内的舆情 都是对我自己有利的 我要的就是这个摩擦 我布雷的时候肯定我是做了声明的对吧 而且从中国这边的立场来看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你如果把军舰开进来的话 本身呢我就视你为一种侵略行为了 你现在还要这样用的话 那在我看来是你淘气事端 我差一句 就是他为什么会攻击 他不可能蠢到 专门的去和美军制造摩擦 他确实会拿战机围着他绕 但是你只要敢通过他的领空 他绝对敢动你 他绝对敢动手 第二点 CCP攻台 就看咱们现在 咱们遇到的这种外交问题 什么 你没有资格跟中国这样说话 就这种 他的目的并不是一种外交手段 他是一种政治作秀 如果有一天他走不动了 他没有办法 我们说的续命 那他一定会攻击 因为他会通过这种方式 来引入那种仇恨 把仇恨引加到台湾身上去 他们不在乎说别的国家怎么看他们 这是我的观点 实际上我现在就这样 我就直接回应这个 菲尼克斯的这说法 就为什么要打 战争本身就是目的 而且是长期持续的战争状态 就是目的 就是希望这个事没耳没耳地拖延下去 那咱们听完了这个共军的打法 那现在看一下这个台军方面是怎样防守的呢 来台军 还是我刚才说的老年痴呆 这个非常要命 他如果美军的介入时间晚了 他开始登陆了 这个该怎么办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重点照顾他的 就像光瑞老哥说的 登陆舰队 在战争端倪开始的时候 我也会布雷 布雷的目的并不是说要杀伤你多少 而是阻碍你 能拖一天是一天 每拖一天 我的圣级就多了一天 其次 据我所知 台湾是有四个主要的指挥部 第六 第八 第十 三个军团 然后是华东 然后是这个所谓的花中军团 就华联那边的 我的想法是基本放弃台中 因为共军一定会突袭台北 他要是想突袭台南 那我就用M1A2和你在大陆上杠 而且我这里有几百万的 他们叫在台湾的朋友应该知道 叫列管后备军人 这几百万列管后备军人和你去做一位巷战 你会疯掉了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和我这样缠斗 你需要最快的速度把旗子插上东东 好 我先问个问题 其实之前我的三期视频节目里有提到 就是我个人倾向于是说在摊头进行主机 那么你这认为说放弃摊头 直接转入这个巷战队吗 而且还有个东西我必须提醒一下 M1A2即便它全部到货了 它也只有一百多辆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有一点意思 我也问个问题行吗 来光队你说 Fenix你既然做了这样的设计 你有没有考虑过干脆迁都得了 总统府放的台北还合理吗 台北作为台湾人 我去最近聊了很多台湾的朋友 然后我们的沟通是 他们这是一种情节吧 就像北京一样 我们很难去换的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对于CCP来说 把这个台北站下来了 它就是一个世界上的鼓舞和一个心理上的感觉 它的战争 大家都知道它是那种意念胜利 所以我才会放弃台中 因为说实话 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兵力 我一共就三个军团 你乌乌泱泱的好几百艘战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老年时代 我需要考虑他能不能来 所以我与其把所有的每一个地方都放住 都卡住 我倒不如关键地带 普鲁士的斐特利二世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真正的军事家只会防御关键地带 永远防御你的侧翼 永远包抄敌人的侧翼 我防住的就是我的台南和台南 这就是我的侧翼 我的目的只是拖住你 我的目的就是要拖过一个星期 让老年时代也要支援我 就那么简单 这就是我的一切目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Felix 你的这个想法是很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可行的 你如果放弃 哪怕只是战略性的收缩 在这个台中的位置 那你会让这个整个台湾 它断产两劫 当然你可能会说 这个咱们是不是又退到山区去战略防御 但是台湾没有那么多的战略的众生 可以让你去实行这种战略 或者战略上的动作 一点突破了 其实整个岛就被突破了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虚哥你刚才说 我这样放弃了台中 就会被打个贯穿 所以中央突破嘛 我理解 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你中央突破我 那我会不会拦腰斩断你 但是是这样啊 咱们先把这个逻辑理顺啊 就是它是进攻的力量 对吧 你是防守的力量 它一旦进攻 把这个尖刀插进了你的身体里面 你再用你的肉体去跟它 切断它这个刀柄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得不成失 有一点得不成失 好说实话吧 其实你这个怎么防守 你怎么打 对于我这个美军来说呢 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我反正过来之后呢 那就意味着这个战争结束了 如果一旦这个台海有事啊 美国首先的这个介入方式 应该还是以这个威慑为主 只要PLA不开火 我觉得美军呢 应该也是绝对不会开火的 那让我总结呢 就是八个字 为而不公 迅速持缘 而且它来的呀 会比咱们想象中的都更快 因为它现在有这个 十字艘先锋级快速运输船 专门是用于这个战区送快递的 一次性能运三百多人 也能装得下M1A2 最高行数 最高行数 四十五节 从加首纳到台湾 半天时间就够了 然后美军的这个后勤运输能力呢 我想我不用跟两位多做介绍了 它现在有C-17机队 223架 C-5银河 131架 还有一堆的两栖战舰 比如说什么圣安东尼奥级啊 什么胡锋级啊 什么这个美国级啊 一堆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真正开打呢 只需要把这个舰队摆在这个台湾以东 我觉得就足够了 也就是存在舰队理论 我把舰队摆在这里 我也不主动发起进攻 那你打还是不打呢 你不打的话呢 我这边有强大的海空力量 时刻威胁着你 你要登陆嘛 你首先也得取得绝对的制海权 以及相当大的制空权 否则你怎么登陆 咱们这个这场战争最终的目的呢 一定是得登陆嘛 你怎么登陆啊 你上去送人头嘛 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兵力呢 也不用放太多 来五艘航母就足够了 核动力的 不冒烟的那种啊 其余的呢 可以印度洋上转一转 南海转一转 朝鲜旁边转一转 那这样做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原本呢这个一场战争呢 一般都是进攻方选择作战地点 但两栖战的这个形式呢 就决定了你没有办法那么的随心所欲 你必须得消除你能够预想得到的一切的威胁 才能够登陆嘛 这样的话呢 主动权就不在中共而在美军了 这就意味着你一定要前出太平洋交战 而你一旦前出太平洋你就凶多吉少了 咱们打开地图台湾以东是什么地方呢 那是一二岛链之间的百分之百的美军的主场 在人家的主场挑战蓝星排名第一的海军 是什么样的下场 各位可以想一想了 我觉得啊 这现在听的咱们这个推演啊 这美军跟台军这个说法 恰恰证明了我说的 就是从共军的角度来看啊 不去轻易的登陆是最明智的选择 但这里呢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无论从共军还是台军的角度来看 美军介入的程度力度时间什么 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变数 从台军的作战规划设计来讲 就是像菲尼克斯不断说的啊 他担心老年痴呆问题 就是对于美军什么时候会来介入 怎样介入 他心里是没有底的 但是反过来从共军的角度 却必须要假设 美军就是介入的力度可能是比较强的 但是如果说他就是限制在这么一个水雷战的方式 这个去打乱甚至是切断台湾岛跟周围的这个海路交通的时候 这个时候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上就出现了比较大的 美军会介入什么程度的力度 刚才徐同学讲的美军的这一堆硬件什么这些东西 这都从来不是问题 比如说以前最明显就越南战争的例子 美国当时对于北越 你想北越都是什么装备 什么训练水平 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最后那场战争 怎么会以七五年 以北越的坦克开进西贡的方式结束了呢 是美国自己的国会以立法的形式 把B-52红炸机全部摁在了关岛的机场上 就是美国自己的政治上不想打了 那么实际上从这个角度上讲 选择这么一个水雷战的方式 其实他是留了这么一个门给美军 而至少从刚才从徐同学的这些反应来看 这个可能是完全存在的 就是最后由于各方面的考虑 尤其是像比如像老年痴呆这样的 他本身他就要面对民主党左翼强大的反战力量 实际上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忍耐力的竞赛 而不是变成了一个打击力的竞赛 徐同学你要不介意的话 因为咱们今天supposedly是讲军事 我到最后我觉得我演绎一点政治或者文化上的东西 就是我在我自己的节目上有一个我提句怎么样 继续说 有一点实际上一直没有怎么被认识清楚 也没有被提出来 就是2000之后的台湾问题 如果你从东亚大陆已经称它为是一个问题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统一的事 2000之后的台湾跟统一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什么 一个帝国边疆问题 统一问题跟领土大小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只关系到一件事 就是天下是不是只有一个地做 它就只关系这一件事 比如说曹丕或者后来的曹瑞什么这些 曹家的皇帝坐在洛阳城 他当时就没法说天下一统 为什么 因为在成都 刘备刘善 有这么个对立的皇帝在那里头 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地做 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成都那个皇帝 他并不认为他只是四川的土皇帝 他的观点是天下是我们姓刘的 你那个是篡位的 那个时候叫什么 那个时候叫做 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安 比如说蒙古 我身后这个地图上可能都能看见 当年是曾经在满清帝国 包括早期的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的 那后来他跑出去了 一度甚至是被视为全世界最大的内陆 直到苏联解体 哈萨克斯坦跑出来 才把这个位置顶了 那这么一大块领土出去了 有没有谁因此说中国不统一了呢 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声音 那海森威丢给俄国人了 有没有谁说不统一了 如果这些都跟统一没关系 为什么唯独台湾岛有关系 我的观点啊 比如1980年代 你说这个话还是成立的 但是2000之后台湾岛内还是这个语境吗 既然台湾岛那边相当于已经退出了这个对中华正统的争夺 你实际上已经不再是统一问题了 你面临的是一个帝国边疆问题 那么你在边疆问题的语境之下 你就要定义这块边疆对于帝国的国义有多重要 如果你的帝国国义依然是这么一套语境 就相当于是大陆体系的完整 就是integrity of the continental system的话 那其实最简单是什么 不要了 你就说这块地位污染了 到处都是什么日本人韩国人 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留下的痕迹被污染了 他没资格留在天下之内的逐书画外 一分钟就把问题解决了 好的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吧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亲信演出 这边是光瑞 光瑞的频道名称叫做光瑞很健谈 这边是菲尼克斯 他会在美国开一家PMC 至于说谁的说法最靠谱 那就交由现场的观众来决定吧